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明夜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活地 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活祭节目 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还是接着来思考 已经差不多将近有十次这么多的一个题目 就是中东的戏剧 在过去的两次节目时间 我跟你讲到了 神正在使现今的全球 特别是中东的一些事件 转向他所预定的一个高槽 也就是说主耶稣的再来 上次节目时间 我们看过了新月圣经里头 一些关于主再来的应许 其中有些是主耶稣亲口说的 有些是天使说的 有些是门徒们说的 也就是当时的使徒说的 那今天我们要从应许转移到目的 这方面来了 我们要看看主再来的一些主要的目的 讲到目的 我想我们必须要明白 关于主再来的某些方面呢 是我们不能够事先完全明白的 我们可以有一个一般性的概念 但是其中很多的细节 那当然是还是模糊的 那特别是事件发生的准确的次序 和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等等的 但是无论如何 那主要来的目的呢 圣经是已经很清楚的向我们启示了 头一个目的就是 耶稣再来要接教会到他那里去 就好像是新郎迎娶新妇一样的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三节 对他的门徒说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因此主再来一个主要的目的 或者说基本的目的 就是接那些相信他的人到他那里去 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那经文就这样说了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咒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那注意了 在这个地方呢 保罗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 和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做了一个比较 这个形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基督为教会所做的一切 都是指向一个最终的目的 就是使教会能够在他面前成为美丽的光辉的 令他喜悦的教会 而我们用美丽光辉可喜悦等等的字眼来形容心腹 也是非常恰当的 对不对 教会此后就再没有玷污 皱纹 瑕疵 那是完全圣洁 完美的了 因此 主不断的在教会 做工 预备他成为一个合适的心腹 好迎接那将来的新郎啊 而教会借主的恩典和圣洁 也可以在新郎来临的时候 给他永恒的荣耀和满足啊 那另外 启示录的十九章第六节到第九节 又给了我们看到另外一幅荣耀的图画 圣经是这么说的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重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做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那注意了 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妇高扬之婚言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你注意以上的经文 那两次 是以心腹与新郎的关系 来描绘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 而末世的高潮 就是神的子民参加高扬的婚言 为了这个缘故 教会必须要做好准备 去参加这个盛大的宴会 那在这里形容啊 他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而细麻衣是代表圣徒的义行 那因此 教会必须以他的义行去装备自己 迎接新郎的来临呢 那这个时候呢 诸天和万物都比因基督与教会的联合而欢呼啊 这是高潮的时刻到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主再来的第二大目的 就是推翻撒旦的国 这就包括了属于撒旦的天使和属于撒旦的人 这些天使是住在黑暗的灵界当中的 在天空活跃运行的 那么至于属于撒旦的人 那就是与撒旦同盟的 他们活动的范围是在地上了 这特别是指着敌基督 他是撒旦最后和最厉害的工作 他要在主建立永恒国斗之前 迷惑列国和迷惑人心呢 在以色亚书的二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有非常生动的描写 那经文这样说的了 到那日 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 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猎亡 他们必被聚集 向囚犯被聚在牢狱中 并要囚在监牢里 多日之后便被讨罪 那时月亮要蒙羞 日头要惭愧 因为万君至耶和华 必在西安山 在耶路撒冷做王 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 必有荣耀 好了 我们注意 这个地方啊 再次的提到那高潮 就是基督的国度 要在耶路撒冷的西安山建立起来 在那里 主必作王 他的荣耀 必使日月蒙羞惭愧呀 那不过 前面两节就说了 当那日 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 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猎亡 那这个地方 所讲的高处和地上呢 是撒旦国度的总和了 包括了在天上运行的邪灵天使 和在地上与撒旦结盟的君王 和那些统治者了 关于天空的掌权者 我们可以与以夫所书的第六章十二节 对照一下 那在这里保罗这样说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你看呢 这跟以色亚书所讲的高处的众军 完全是互相呼应的 这是一个属灵界的黑暗的国度 里面的全是叛逆的天使 他们的总部 是在天空的 首领就是撒旦 到耶稣再来那个时候 他要推翻这个天上的国度 和地上邪恶的统治者 他要特别的对付那敌基督了 在铁撒罗里加后书第二章 第八节 经文这么说 那时这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 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所以你要注意了 主的再来 他是要打击邪恶的首领 敌基督的 然后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 又有一幅非常完整图画 那圣经是这样说的 我观看 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 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剑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在天上的众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马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 必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座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那么至于那个叛逆和对抗神的怎么样呢 在启示录的十九章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圣经就这样记载说了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军王 并他们的众军 都聚集 要与其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 那兽被擒拿 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 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相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其余的被其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 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那么最后在启示录的二十章一到三节 就讲到撒旦这个时期的结局了 那圣经是这样说的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龙 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好了 这个地方呢 我想是指基督国降临呢 是撒旦国的垮台 再说到坐在宝座上的人的时候啊 经文就继续说了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 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儿 我再重复一下 主再来的其中两个目的 第一 是迎接教会到他那里去 如同新郎迎接新父一样 第二 是推翻撒旦的国度 好了 在下次节目时间呢 我们将继续的探讨这么一个话题 中东的戏剧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快 请不出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